我好好一个孩子被他弄不成这样事 不知道砍了多少下你知道吗 那身上反正伤口是21处伤 案发到现在对方啥都没有 当面道歉啥都没有 他现在不愿意出门 不愿意见人 陌生人来了之后我就害怕 案件发生是7月6号早晨 大概8点钟左右 因为我8点上班 所以8点之前 我是把孩子送到他奶奶家 我跟他说 我说你这个陌生人来了 不要开门 有什么事呢 跟你爷爷打电话 你爷爷一会就能回来 我们小姑娘才9周岁 那个小的是今年上初中一年级 是14岁 别的奶奶家 其实自行车的话 也就是一两分钟 8点40左右 阿门小姑娘给我打电话 说妈妈 你弄了我一身血 他去的时候老在那拍门 人家进去了 跟他开门进去 进去之后就要抢手机 阿门小姑娘当然不给 从厨房里拿了一个刀 拿了一把菜刀就出来了 照着阿门小姑娘身上就看 阿门小姑娘就说 你那时候你别看我 我把手机给你 他说我不要 我就要砍死你 要么你自杀 阿门小姑娘没有办法了 就装死 不知道砍了多少下你知道吗 那身上反正伤口是21处上 在ICU的时候 医生就是处理一些伤口的时候 说是一共是后背13处 然后头上6处 胳膊两处 有一处骨折 颅骨骨折 失血 失血多嘛 我数了数 身上光后背那处都120多帧 我们对这些孩子的年龄有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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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周岁 我们不是还提出那个古灵鉴定吗 不用负刑事责任 然后呢 你们自己去起诉民事责任 我们就想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归我们赔偿 我们现在连出院的 出院的这个费用 都已经拿不出来了 哎呀 辽宁丹东的一个九岁的女孩 被一个邻居 警方说是未满十四周岁 砍伤 都不知道砍了多少刀 现在呢 因为不够年龄 没有立案 不负刑事责任 这个小孩呢 妞妞呢 是在家休养 也不愿意出门见人 无法正常上学 家里面呢 也没有提起迷失诉讼 因为他们想追刑责 就是这么一个现状 评论 未成年犯罪简直无法无天了 这明明就是故意杀人 才十四岁就坏到这种程度 这个家里的家长会是什么样子 不应该把他父母判刑吗 一定不要放过他 等等 现在不已经把年龄改成十二周岁了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太可怕了 离子这些野兽还是远一点吧